好继续带来看到台东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7号侦办一起犯毒案 持搜索票前往资本一间 租屋处执行搜索 当场就查获了数包毒品海洛因 以及安非他命总共有20多公克等证物 随后又在屋内起获一把非制式手枪以及子弹漏发 警讯后三线嫌犯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 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来检办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警方将嫌犯带离警局 准备将他移送到台东地检署进行后续的侦办工作 台东县警察局刑事大队 7日侦办一起犯毒案件 在前往嫌犯位于资本地区的租屋处进行搜索时 在屋内查获数包毒品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 同时又在屋内查获一把非制式的手枪以及子弹漏发 而曾姓祖贤则是被带回警局进行侦办 本大队曾三队获报 小区某个毒贩属性毒贩 在小区里面放毒 于今日持台东地医核发制搜索票 至日本地区南海二级建讯路一旦 执行搜索 当然朝获曾姓犯贤 非法持有非制式枪支一把及子弹 丢发 并查后一级毒品海洛一级二级毒品 要会证入 并加持后续的侦办 台东县警察局也呼吁 警方将会积极追溯毒品以及枪支的来源 全力打击不法 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以获得保障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听信心 听信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